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5次章机的时间 今天恒指的影真惨 再跌多了600多点 半天都去20222点 成交还要接近1000亿 究竟后市是否继续约下去呢 立刻请教webcam旁边的嘉宾 有姚浩然Patrick在这里 Hello Patrick 你好 Hello 罗瘟 你好 欢迎你 我们恒指真是认真惨 今个星期打弹又下来 还有脚底的格局 又见到超过五年的低位 现在明朗因数多了一件 就是说中美之间是否真的爆发金融战 继续有些美国的中概股可能被除牌 大家担心会是一个政治行动居多 会有持续性 其他还有俄污事件为明朗等等 下个星期其实美国都会认识的了 估计整体的市况是否要再沉底呢 没错 其实如果你说看俄污局势方面 虽然现在还是没有特别的进展 但是你看回来说一些原油价格 其实都会下跌的 最主要来说大家都见到就是说 增加了那个按金成本之后 天然气和油都下跌了 其实油下跌了方面来说 都会舒缓通胀的压力的 所以变成了其实我觉得外围方面 虽然都是弱但是都比较偏运一点 反而来说我想最新一个负面的因素 大家可能要关注就是昨晚 中概股为什么跌得这么紧要呢 就是有五个中资股份被点名了 就是说要交一些资料 不然就有机会被除牌 所以这些因素来说 大家就会引致到关注 就是中美方面局势的情况 会不会说未来可能会继续比较紧张一点 这里会继续拖累一些中概股 特别就是一些 看到一些科技股出了业绩都不是漂亮 尤其是这些时间来说 很多的科技股即将出业绩 我觉得都会为市有压力 那二万点当然暂时是一个支持位 但是如果穿了二万点的话 可能就要退手去回一万九千五百的水平 就是说大家有心理准备向下了 就是现在看看自己手上的股份 做什么策略 如果是这样 就当中今天焦点风眼之一 当然是五间就是美国上市 刚才你说中概股被点名强制退市 说真的说五间公司都跌得相当之深 一跌就跌成一城过外 你看这个行动是否真的陆续有来呢 Patrick 跌得合不合理呢 如果说跌来说 因为其实你是如果除牌 当然就可以在香港这边仍然都有交易 但是问题就是关注一件事 就是会不会继续延续 还有其他公司还要被点名 还有点名之后来说 会不会也都令到外资对于一些中概股 那个信心是减少呢 其实这一点来说 反而就是最重要的 那变了来说 短期如果说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我觉得都可能会受到消息影响 会继续都会有一些偏远的情况 所以大家来说 可能都要小心一点这个风险 好啊 即是说都怕着还有滑落 气氛上面就是跌得比较深一点 不过好在百制神州这些 就叫做已经是跌幅稍微收窄到百分之百 左右 今早一度就下跌102.9 慢慢慢慢上来 至于其他几只 普遍跌幅都一成过外 还有其他被拖累的板块 科技股都值得一提 整体科技股指数又下跌 Patrick 这一刻大家就是气氛始然 中概股外围隔板跌得急 看到都相关的BillyBilly 百度这些跌幅5-5%只有1成1不等 快手又跌幅接近1成2 其他科技股似乎都是要跟跌 特别美团这些又要跌一成 京东集团业绩我们待会再深究 但其他譬如腾讯亚里这些跌回5-6% 是不是气氛始然呢 有没有哪些说跌下来 我们反而可以留意一下呢 其实肯定和气氛有关 但如果你留意来说 其实跌幅和它们本身的业绩 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比如刚才你提及 阿里腾讯的跌幅率都有 但是只有2% 主要来说 这些预计都是有盈利的公司 但相反如果你说BillyBilly 甚至乎美团来说 预计仍在一个亏损阶段 这些公司来说 它遇到的公司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连快手来说 你看到它的跌幅都超过一成 我想这段时间就没办法 始终本来想着 今年那个监管方面 这些互联网行业可能会放松一点 但是自从美团那件事件之后 大家对于这一方面来说 又再保留 所以配合近期它们出的业绩 不是太厉害了 而且始终在心理上来说 都很担心 比如说中美方面的关系紧张 也都影响了市场 对于一些新经济股份的信心 所以这些股份来说 我觉得都是比较弱些 反而哪一种比较好 始终觉得腾讯比较好 一个黏贴性比较强 而且始终股值跌下来 现在大概20倍的市益率 相对比较便宜 好啊 始终你都是腾讯去拥等 虽然今天稍稍有些负面的 小小的行业消息 就是游戏版号那里 原本传闻说 未来可能有机会下个月 重看版号批出 可惜都官方说 未有收到消息 现在来说 就说真的 腾讯见过360元一年以上低位 Patrick 拿着的朋友可能很心伤 你现在建议它怎么做 是逐步再交货 保持住的信心 还是按兵不动呢 我想如果拿货来说 暂时按兵不动 因为它都即将来出业绩 我觉得就怎么都出业绩 因为去年第四季 大家都担心盈利真将会放门 但究竟有放了几万呢 这个都要看了 另外呢 就只有10天左右 不如看完业绩之后 然后再作部署 好啊 就是说都慢慢都要观察住 这个情况 没办法这样都受气氛影响 看看有没有行业 相对好些消息 下个星期就可以再反弹 今天来说 都见过360元的低位之后 叫做跌幅收窄 跌了半成去363.4 其他板块都要望下之余 各个股里面 科技股有9618 京东公布了业绩 大家又说 虽然说有蚀钱 但经营利润那方面 或者经调整利润那边 其实那个增幅也算是好的预期 但是大行都是调低目标价 不过就继续说买得过 比如高盛 目标价在425元 相信投资者担心商品交易收入 上季按年增长两成三 增幅比对上一季是放慢的 怀疑领售业务除了电子和家电 长远可否持续增长 又引述管理层说 超市订单两年平均来持三成左右 都算是鼓舞 又预期京东物楼很快收支平衡 新业务亏损会收窄等等 有提到利好也有利胆 以及它都备受内地经济的放缩 影响电商业务等等 不知道Patrick 你自己给到目标价多少呢 就算保守的野村都给到331元 而且还有比较大一点的距离 怎样看前景呢 我想前景来说我就比较保留一点 因为如果你看看第四季的业务 其实它的增长比全年来算是慢的 即是反映第四季的增长其实就比较低一点 以及第四季的经营方面的收益 其实都是比预期差 整体来说我想其实视频方面的公司 做一些带放直播 其实变相都是一些忙靠的业务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竞争其实都大 所以整个行业来说我比较深深一点 还有大家要留意 就是腾讯送出来的股份会 三月底就每月出来的 我相信就一些散布的朋友来说 其实收到也有几位市场去变沽 所以变相三月下旬 你可能要多捱一针 我知道目标价来说就比较低一点的 我就没有去到300以上的了 我想现在来看其实去到260至280 已经是相当之不错的了 好啊 即是说你还是做一步看淡的 就未必是你心水之一 还有其他资源股 说真的 现在俄工局势 叫做稍微缓磨一些 油价都回回 不少的油股跟着下 不过跌幅不算深 相对之前的升幅 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 跌回1-3% 其他资源股 就叫紫金、中铝钢 和这些跌幅2-3% 钢股、马钢、安钢 都是跌幅2-4% Patrick 一轮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之后 现在你看哪一类型的商品价格 会有机会跑出呢 下个星期还有议息 又要看着鹅乌局势 你看哪一类金属价格 或者商品价格 例如油价 会看高一线呢 如果你选择股份 我始终都是选择油股 因为油股的股息方面 没有吸引 特别是883 其实之前都说 如果你能够回到10元以下 29个多 你那个息率 未来三年 平均每年都有7厘多 这个来说 变得比较吸引 还有来说 虽然油价有机会下跌 但是 如果你看看883 现在的股价 其实同一个油价来说 都有一个很大的折扬 所以在盈利层面的影响性 我觉得不是太大 其他的资源价格方面来说 波动之余来说 它的息率率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的防守力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在资源里面这个板块来说 我就倾向会选择石油股了 好啊 石油股 是不是中海油 会跟油价足些呢 如果石油股 可能857会走得快些 因为这一轮来说 883 很多时候都跟油价 不太足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因为管理层就说了 未来三年有个7毫子的股息 变成了你的防守力就更加强些 好啊 即是说都加上股息的因素 现在周息率都达到6.7% 都是比较吸引的一只 就是石油股之一 至于883 今天见过9.76的低位之后 跌幅都收窄到2% 其他的资源股观察着形势 因为今价都受避险情绪影响 讲讲一下原来时间够了 多谢Patrick的分析 有没有辞理上的股份 没事有的 麻烦你 稍后回来继续去智慧360 来到下周开始速报的时间 今天港股之前担心外围的局势 今天就担心自己 因为怕中概股 会不会被美国那边除牌 看到港股方面 半日来说最多跌超过800几点 低见到2079的水平 看到下周回来 跌幅仍在维持 最新跌超过3% 跌721点 跌在20171点的水平 看起来科技指数表现 今天科技股都重灾区 ATM三只都拖下恒指超过300几点 见到科指方面 半日来说最多跌近9% 现在下周回来 跌幅仍有跌近8% 跌近351点 去到4085点的水平 看起来国企指数表现 国企指数要跌超过半成 去到6888点 跌367点 看起五大活跃股份 头两只 腾讯美团今天 再见超过52周的低位 腾讯方面 现在的跌幅 跌近6% 去到362.2 美团早段要跌超过1成2 现在的跌幅继续维持 要在1成过外 最新跌1成1 去到128元 恒生中国企业跌近半成 去到69.94 阿里巴巴今天再见上市新低 早段曾经跌超过8% 低位去到88.05元 现在最新跌超过7% 去到89.1 盈富基金跟随大市跌超过3% 看看今天的重在距离 就说 美国 demand了五个中概股 要求在今个月29日之前 就要进一步披露信息 例如说 跟中国官方的关系等等 否则最快后年 就会被除牌的了 除了版面上这两只之外 还有百祭神州 和百姓中国 都在榜上 当中抽两只 半天来说 跌得比较多的股份 往往医药和再定医药 两只组团层齐都跌超过1成6 户外 见到往往现在最新的跌幅 都还是有1成半 去到24.65 再定医药方面 其实都有回应 就说 只是设计和執行额外的严慕程序 但股价方面继续向下 最新跌1成3 去到252.6 先看到这里 待会再说 回来节目时间 港股早上曾见过2万点附近的位置 下午回来的情况 都跟大家更新一下 见到下午回来之后 恒指最新的情况 跌超过7、8点 跌745 跌20144点 各项分率指数都要受压 成交超过1030亿 恒指期货都看看 恒指期货最新的情况 3月份跌654点 4月份跌614点 成交超过7万张 北水最新的情况 我们都看看 北水现在流出不够1亿 再和大家总结半天的市况 是怎样 港股得到2万点附近的位置 再创超过5年半低位 不过其实除了港股做得差以外 其实亚太区股市 都要受压 不过就没有港股这边跌得那么多 我们港股这边连科技指数 跌幅至近9% 例如很多股份 例如ATMXJ 都见了超过1年低位 当中阿里巴巴都见了 是香港上市以来的低位 再和大家更新一下 港股后市的情况 都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Rafi 帮大家跟进一下 Hello Rafi 你好 Rafi 港股半天来说 一直都试过2万点这些边缘 大家的情绪好像都比较担心些 不知是否都是看着 现在两大的隱忧 譬如说澳湖的局势发展 和现在又有些被制裁的消息 一些中概股来说 未来这两样东西 是否大家都相对要留心些少少呢 绝对都是 是的 始终我想大方向 当然和你说说除了港股之外 东南亚的股市 或者是拉麦可能美股那些 近期都是已驻来的主因 当然离不开 都是污河的因素 特别最新你看到 污河两边的外长会谈 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停火成果 变上大家都对这件事的看法 都似乎还有些担忧 一来可能怕着 还是继续有战事因素 二来可能不同国家的制裁 或者加剧 这个都是对整个金融市场 比较多一些可能负面的影响 所以当然第一点 我想令到港股再下跌的主因 都有这个情况在里面 而如你说的 港股今天特别跌得 比人家可能 亚太地区还要多的 譬如特别科技股 跌得这么多的主因 这个当然很关键 就是中概的因素 因为始终香港这里来说 就比较多一些中概股 回归的概念 或者来上市的概念 而且都比较越来越多一些 所谓新经济股 即是新经济股在这儿上市 而大家很多时候 将中概和新经济股 都会拉在一起去看 所以当这刻 真的有中概股的阴霾 有个可能退卸风险 自然对部分股份的 沽压比较大之下 而刚好这些股份 主要都是指数的成分股之一 变相对指数方面 都会有再踩多一脚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以整个恒指走势来计算 当然今天最低就是20,079 现在都仍在这个位置 留上几十短 但是是不是很稳定 当然我觉得就未必是 也有机会 可能借着刚才说的 因素短期 某一个很明显的改善的话 其实质穿200,000点以下 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大 甚至真的看下去 可能只看19,56 都要看一看有没有个支持 因为始终我想 如果现在你说的情况 就是你计算股值是很便宜的 中线来说 其实这些位置 我绝对适合慢慢分阶段去考虑 但是问题就是短期的气氛 而气氛的因素上说 就刚才提到一些可能地缘局势 以至到不同的制裁 监管各种风险去影响 而这些就比较难去估计 我想暂时港股要一个很大的扭转 除非刚才说的事件 突然间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出现 如果不是的话 似乎港股再次低一些的机会 还是比较大一些 就这样看好像没有什么好事 例如说内外夹击 你可以是否这样说呢 不知 还有大家都要看经济发展 见到美国通胀的情况 昨晚公布了 都再见了差不多40年的高位 接着这个通胀的情况 不知道对加息的情况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的加息预期 大概是四分之一 不知道Rafi 你觉得这次的情况 会不会突然间有什么转变 其实或者这么说 我想现在通胀是高的 甚至最新出的CPAC 都是非常之高 通胀高背后大家可以简单理解 就是可能会加息会成 其实我自己反而这么看 如果你说美国那边 或者环球性的息口 真的这么简单的 因为通胀上升而加息 其实市场又不是太悲观 因为我想市场最不喜欢 就是不确定 反而你很明确地 告诉市场 可能加多少多少 就算真的很赢 例如之前那样 曾经说到 会年内加7次 每一次意识都会加的 其实你看到 当说完之后一段时间 其实港股表现又不是太差 甚至美股 反而是慢慢上升高位 所以其实反而是 扫除了不明朗 但是我想现在最尴尬 或者最矛盾的地方 就是一来台面的通胀很严重 但是另一个又会考虑 就是经济情况 甚至乎现在污穫的因素 会再拖累 可能是外围一些 国家的经济前景 这个就会限制了 可能美联署之内 一些加息的步伐 或者预期 所以我想现在市场 对今年整年的 那个加息看法 其实又不是说 十分之清晰 所以唯一 就希望可能透过 例如下星期议息会议 如果你说第一次 当然这次好像之前 百威尔说到 会加25点 如果加完之后 如果能够给到 多一些契视 之后的路线 是怎样走呢 我觉得对市 就可能会反而 清晰度好一点 但是如果出来的 说法都还是 偏向模棱两可 或者都不知道 是加多少 或者怎样走的时间 那当然都要小心 会短期再加剧 这个时期的一个震待性 既然是这样 大家看着 加息预期的情况 不知道那些金融股呢 在那个跌市里面 会不会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始终 是不是应该相对来说 会稳定一些呢 我自己当然觉得是的 如果给我自己看 我觉得其实 今年还是对整体 加息预期是偏乐观的 因为我觉得 始终刚才提到烏和因素 虽然近日的变化 还是好像一般的 但是整体来说 一拉一个时间线去看 都是偏一些短期性影响 那如果当这件事 已经慢慢能够 是缓磨 淡化 消除的话呢 其实只是focus 在通胀身上 或者长远的方向上说 我相信其实美联储 都还有条件 或者有机会 是加快一点 加息步伐的 那自然对整体金融股 特别是银行股的 息差方面呢 我觉得都会有一个 比较扩大的一个憧憬存在 还有我觉得整个板块 好像在近期都做了一个 相对的调整 对比上个月一些高位来计算 其实都会调整一定的程度 所以这些位置 其实慢慢做一些 可能分阶段的吸纳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留意的 但是当然不停重新 是分阶段吸纳 毕竟现在的市况方面 气氛都不是特别理想 就算本身板块上 可能直接受 这一刻大家刚才提到的 一些冲击上 不是那么明显都好 但也很难说股价 即是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嗯 刚才Rafi 你特别说到一些银行股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 匯控呢 还是有没有其他心碎 比较谈谈谈 很多是匯控 始终我觉得一方面 如果你是这一刻 对比一些港银来说 例如中文香港 恒生 这些来计算 匯控渣打这些 会偏向国际业目 都还是多些少 那受证单一可能 本地疫情的影响性 它始终在香港那些 那么明显 那么严重 而而戴上匯控之前的业绩 上面看到 其实我觉得它留了多少弹性 给自己 虽然大家会觉得 就是回线好像不够厚 又或者是没有俘虐回那个鬼息 但是其实它留下的资本 是挺充足的 所以未来其实都可以 因应回市场的变化 有不同的调节 譬如如果出来的 经济前景是比预期更加乐观的 当然更加多的弹药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动作 就算这个前景是比较惨 就是暗淡一些 或者差一些都好 起码都留了多一些的弹性 给自己 其实逆周期的抗跌力 我想都会比较强一些 所以我觉得其实会控 都真的适合一些比较中长线 一些慢慢持有的一个部署先 就是做一个中长线 和分阶段的一个吸纳的部署 汇控半日跌幅 借近2%到48.2% 金融股里面 我们刚才那版里面 都很多只股份 看到是红色的 但其实唯独是一只绿色 可以升 就是一只油邦 看到业绩都比市场预期 还有又说一样东西 有机会回购股份 都是他们上市以来的第一次 不知道会不会大家在油邦方面 始终看到七字头 不知道值不值得卖 卖卖卖得了 可以看回乐观点的 的确本大家对之前 对今次这份业绩的看法 曾经都会担心 增长是否会比较多慢 但结果出来 其实去年特别是第四季 你看到生业务价值的增长 无论固定区率和实质区率计 都是比以其为之理想 而连带上就是 如你所说今次有那个回购 基本上其实回购的压度 是挺夸张的 100亿的美金 虽然都有三年的时间 实际这个回购节奏是怎样 是未太之注的 但就算简单去摊分开 可能每一年平均去做 都有大概30亿的美金 其实这个规模是算明显的 还有我想最好的地方 就是有方都说明 就是今次订这个回购的方向之余 其实他们都计算了 一些市场的变化等等 即是意味着计算了 即是留够了所谓的资本之后 都能够做到成100亿的一个 即是成100亿的一个美金的回购 都意味着其实有方的资金实力 其实本身是非常之强的 所以我觉得 以实际的前景上讲 再加上过去这段时间 都曾经因为本地情的业进 其实跌得比较多 我觉得其实慢慢现在应该 是叫做过最坏的时间 那中线来讲 值得看得比较乐观 一点点 嗯 看到有邦压半天都升到1%的意外 小小时间 其实大家要不要留意 你现在始终都没有通关 会不会说这一方面 又对股价来讲有些压力呢 我想再扫下去的机率不大 因为始终现在的限制措施都很严谨 反而我想慢慢博 就是放鬆盘的时间 可能有花火炒复苏的憧憬 首先提到就是分阶段 这些位置开始慢慢吸收 可以留意先 好 暂时有帮升幅1%以外 是75.85 这一节跟Rafi聊天 休息一会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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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A股的情况 跌54点 上证报3240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207点 再跟进一下活日港股 腾上跌幅跌近6% 美团跌一成以外 行商中国企业跌3.5% 暴是70.06元 刑赴基金跌超过3% 阿里巴巴跌幅都挨近7% 第六位有只快手 跌幅1成以外 跌在64.5% 京东集团 但继续跌超过1成半 跌在201.4% 有帮继续逆市升超过1% 跌在76元整数位置 港交所偏远跌1.6% 里零跌幅超过7% 暴是56.5% 另外大家关心的主要蓝筹股 汇丰控股跌幅跌近2% 中国移动跌3.5% 暴是51.4% 港交所跌1.4% 煤气跌8% 这次嘉宾方面 继续有Rafi 跟大家解答一下观众的问题 Rafi 你好 是 基金 你好 Rafi 刚才报价 都报了阿里巴巴 刚刚有观众想问你 譚小姐就说 现在阿里巴巴 它还没拿着 你问你什么位置可以入呢 如果还没拿着 我就宁愿不要买 因为始终我想 整个势还是比较弱 我想都是那句 不要说因为跌了那么多 就莫名想冲进去买 因为始终底 大家都估计不到 反而你看到 从技术走势上说 它都是处一些 凤凸破第一格局 和压債所有平均线留下 似乎即时要转势 那个机会 都还是比较微一点 因为始终我想 现在转来计算 一来就本身整个反派 新经济 中概的气氛都弱了 二来我想阿里巴巴 一向都是受着 监管的风险 看法都会比较重一点 这两件事拖累之下 其实长期来说 股价都是处于一个弱势 再加上本身的业绩 或者业务 其实又不是早年那么高的增长 所以在估值上说 有没有即时很大的上调性 似乎都比较难一点 所以就算不要说 预期人会再急跌 但始终我想 没有什么太明显 上网的空间的时间 现在我们拖下去 其实风险都是比较大 因为看位来计算 下面的支持位 其实都依分今天批位 但是都是只有 一个零人的差距 对于现在 上面来说 其实要确认它回稳 起码都真的要站稳 在10天线楼上 但其实现在慢慢走走走 其实都挺偏离10天线 因为10天线 大概都挖了100元 98、99这些位置 所以要真的站稳 这位楼上 才可以先上高一点的位置 而且以今天那个势来看 好像都保持住 见了8字头 好像都上不回9字头 暂时跌幅都欠7% 报在89.35 其他科技股 今天都比较一样 都看下情况是怎样 一片红色 都是要跌的 小米集团跌幅1%以外 至于京东跌幅1.5% 百度集团 BillyBilly这些中概股 部分跌幅更加双位数 BillyBilly跌幅1.2%以外 报是161.9 至于快手 都是跌1.2%以外 报是65元 商汤科技好些 跌幅1%以外 跌幅6.49 网易方面跌幅7% 現价是126.1 我们再看看家庭观众的问题 我们也有另一位黎小姐 上次问Rafi 就说212元 买了一只美团 现在应该是止洩 还是继续持住呢 我想说真的 如果要止洩 就过了 我想如果现在才走 就的确虧 会比较入獄 所以我想唯一可以做 当然加身住 真的不建议 因为正如说法 都跟刚才说的 压力都差不多 都是一个偏弱的格局 不断地似乎的格局 你唯一就叫持住 先等的 就真的等一些 可能超跌之后 一些反弹出现 逢反弹 就考虑可能減一減榜 如果特别是重货 更加要做这个动作 但如果不是太重 你看一看可以弹到多少 我想暂时上来计 也有多少难关要破 才是站起强的 一来十天线 都是最即時的阻力位 二来始终上面 都比较多蟹货 我想要很大的升幅 或者上二次仇过外 其实不是太容易 所以初步来说 如果要弹回10天前附近 157、158这些位附近 可能考虑叫做減一減榜 逢一逢货 比较合适 想多些少科技股 阿菲阿始终可能 现在就受着有制裁的消息 但如果譬如说 真的中概股返回来 我们可能有机会 来到香港这边上市 不知道那个阴霸 会不会消除一些 这些科技股等下 会不会有机会 可以去到以前的位置呢 我想要回到以前的高位 例如未经维纳 要上回3、4、8 你要上回2、3、8 或者腾讯上回7、8 不是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就要等一个很久的时间 我想都是一个 以几年计的时间去看 才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就算撇除中概这个阴霾也好 我想整体科技股 一直以来这么弱的主因 都不利分监管 那就不算乎 之前都说了 可能就算是今年的监管 不是说再加剧也好 但是在估值上的量度 都不是这么快 回到以前这么高的位置 所以只会有些收伏的可能性 更何况这些 其实你政策面方面 都未真正是一个很明朗化 我想都要再等多一段时间 所以暂时来计 科技股 你说长线真是很长 如果不是 我想今年里面也好 只要有机会稍微做好些 但是要大升真是比较低 暂时美团就叫做跌势少了些 叫做跌近一成左右 上回130元楼上 130.1的位置 我们这些科技股 Rafi的建议 就可能不要碰住了 但是不知道其他的物管股 行不行呢? Alan想问你 合警游户3913 现在这个位置现价值不值得买? 上网多少和指涉为应该摆在哪里? 我觉得都是未必太建议买 因为始终整个物管板块 当然你趁近期一些 可能个别的营起 或者大家本身的旧商业 就是来说 整个版本看法不是不错的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很多时候 还是跟内房一起去看 而虽然内房 那个债务惠基 忧虑就没有前一回这么严重 但是等于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风险 亦都比较难说 而且你看走势也是一样 我想合警游会好 或者很多物管也好 其实不如处于一个 反复试底的格局 或者破底的格局 你这份近期落到这些低位 其实论估值 合警游会已经很便宜了 便宜了很多 与其P也不够不够 但是问题就是 价价始终都没有过 揣定 或者上10天线 这些位置上的时间 貌模仍然跌得比较多 而买下去 其实都可能会有更加低的可能性 所以暂时我觉得未必要考虑 暂时 合警游会跌幅7%以外 跌幅2.01指 现价2.54 其他物管股 我都马上跟进一下 物管股今天的情况 物壁国原服务跌幅7%以外 35.6 六成服务跌幅1.3 外部5.9毫半 数据下去 还见到恒大物业 跌幅3.7%至2.08C 牙生活服务跌幅 也有半成以外 10.96 至于细某服务 现价4.49 跌幅超过4% 跌幅1.9 跟着物管股 Rafi 不如再看看家庭观众问题 见到有家庭观众林小姐 就说2.88 买了一只中石油8.57 你现在是否应该只赚呢 还是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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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是一个更加灵活的做法 因为短期来说 当然油价升了很多 油股普遍都由高位升了很多 之后更加有些调整 但始终也难保 就是未来的污和 可能继续是比较负面的时间 会有机会再扯高方向油价 变上到时可能对于油股 都还有推上的可能性 但始终中升了这么多 刚才提到高位都比较大的波幅 的确考虑食股是OK的 所以我想你可以初步放回一个短期的止站位 在一百天线的位置 因为今天再斜一斜下来 就可以靠近一百天线这些位置 如果一百天线大概三个七号八 三个八左右是受得穩 那当然没有太大问题 但如果一百天线是跌穿的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先行写食股 剩下的那些 再看看究竟可能调整完之后 有没有机会再试高些 例如去4元过外 如果可以的 到时才找高位再试下剩下的部分 一百天线大概是三个七号八的位置 今天跌幅压近三个百分比 油股想问得到Rafi 始终看到油价最近受烏污局势 都升得很厉害 但其实看到部分油股来说 股价去到某些位置 突破又不是很大 比如说中海油来说 好像去到10元这些位置 但其实另一方面 油价又收升得很厉害 好像对股价来说 突破不算很大 这个都正常的 始终我想一来 其实油股来说 整体这几个类的升幅度 都不是少 因为始终我想 虽然股价很多时候跟着油价走 但也要考虑他们本身 在股票角度 整个港股的气氛那么弱 在这些那么弱的市况 股价在高位来计 其实真的有部分资金 会选择先人走一走 所以纵使油价还是偏强 但是股份股价已经跟不上了 所以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为什么这一部柱油股 反而都会觉得短期要小心一点 甚至乎如果低位有的 都会令我们考虑 食股才会比较好一点 今天的油股都要跌下来 这一节和Nafi聊天 节目时间久 多谢收看 一至财经消息 我们叫车公司滴滴出行 据报暂停筹备来香港上市 彭博引述消息说 国家网信办通知滴滴的管理层 表明不满意公司提出的 保障网络安全和防止泄漏资料的方案 所以暂时维持去年中以来 应用程式在内地下架的决定 为了应付相关的审查 滴滴和保险人已经暂停 原定今年夏天左右 以介绍形式来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 据报网信办 未来几个星期可能会公布審查滴滴的结果 报道担心可能会有惩罚 滴滴去年底宣布 准备在美国退市 改到香港上市 据报中国证监会禁止中资投行 在香港担任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EC的发起人 路透引述消息报道 中证监日早前已经通知了内地的投资银行 相关决定 原因是担任SPEC的相关风险 但是中资投行担任SPEC交易的顾问 仍然获得允许 报道又说 受到中国银保监会监管的内地商业银行附属机构 就不受影响 仍然获奖担任SPEC的发起人 这个将会令到商业银行具有更加大的竞争优势 在内地经营火锅店的客部客部发刑警 预计去年营赚规 蝕2.7至2.9亿人民币 主要由于关闭了230间餐厅 导致资产和减值亏损 一共有2亿2千万人民币 而且受到疫情影响 部分的餐厅没办法充分营业 公司表明会持续控制经营成本 新店铺的选址会更加审慎 目标继续是156间 年中就整合系内的会员系统 引进更多的人流 从而提升店铺的经营利润 港会曾经逼近7.83水平 创超过两年新低 股市下跌 港会持续疲弱 对美元曾经碰到7.8294 是自2019年12月9日以来最弱 港元刷息就个别发展 当中刷息挂钩案揭 即是H案的主要指标1个月刷息 同星期四持平报0.253厘 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3个月刷息 就连升8日报0.534厘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谢谢收看 来到下周交易现场的时间 港股方面除了要留意外围局势之外 今天最重要最担心是什么 就是内地方面 又要担心中美的关系 怕中概股会不会在美国那边 先有个随牌的危机 拖累着今天低开400多点之后 半天来说最多是跌超过810多点 低位见到2079点 不过现在见到下周回来 跌幅很收窄了 现在最新只是跌478点 去到20413点 不过当中各项分类指数 都继续要全线向下 总成交1188亿 看起来科技指数 今日的科技股重灾区 ATM三只都拖低恒指超过300多点 半天来说最多跌近9% 去到现在跌幅都收窄了 最新只是跌半成 跌242点去到4195点 看看十大互约港股 头两位继续今天都见过一些52周的低位 腾讯现在跌幅都收窄了 现在最新跌4%去到369元 美团组段曾经跌超过1成2 现在跌幅都收窄到7% 去到133.6的水平 恒生中国企业 现在最新跌3% 盈富基金跟随大市跌2% 阿里巴巴今天再见上市新低 低位去到88.05元 曾经跌超过8% 现在最新跌半成 上回到90元的关口 现在最新跌在90.9的位置 看看第六至十位 快手继续都要挨沽 最新跌幅有超过9% 去到66.9 港交所下就发力跌转升 最多现在都升到超过2% 上回到344.8 京东今天就慢慢了 曾经跌超过1成7 并且今天跌幅最大蓝筹 见了超过52周低位 因为受着三大因素夹击 第一就说它都中概股 怕退市的风险 会不会蔓延去到它 另外也出了一个业绩 就说上回要按年 要迎赚亏 虧51亿人民币 再加上多间大行都因应这个业绩 调低了它的目标价 见到股价方面今天都比较差了 曾经跌穿过200元大关 现在暂时可以上回去 跌幅有挨近1成3 报在207.2 有邦今天最好蓝筹 最新可以升到超过2% 事关今早出了个业绩 去年这一天顺利升到2成8 赚74亿多美元 又计划展开上市以来 第一次回购股份 股价方面 现在最新可以升到超过2% 上回到76.75 李宁继续都要向下跌 跌近3%去到59.1 看看其他主要蓝色股 匯控现在最新跌1%去到48.35 中移动跌幅跌近1% 跌在51.25 今日的公用股跌幅都相对没有那么多 最新煤气现在跌8% 做在11.48 先看看在风眼之中 就说有这个除牌危机的股份 这四只 美国其实就demand了五只中概股 要求今个月29日之前 要进一步披露信息 例如说和中国官方的关系等等 否则最快后年就会被强制除牌 看见那些股公司其实都有些回应 白制神州和在鼎医药都说 正在设计和执行一些额外的业务程序 但股价方面都要继续向下 当中白制神州见了超过一年的低位 其余那几只更加见了上市的新低 往往医药最新跌幅跌近1.3% 白制神州跌幅超过7%去到107元 在鼎医药要跌近超过1.1% 百姓中国都要跌一成过外去到342.8% 忧虑那些除牌危机 会不会蔓延去到其他中概股呢 我们都看起其他中概股表现 其他那几只中概股全部都跌得比较多 见到万国数据跌幅超过1.5% 攜程都要跌一成一 不理不理都要跌一成 五者里面全部见了上市的新低 我们先看到这里 一会儿节目再讲 大家好 来到资金创富的环节 看到市况非常波动 强者今天的投资策略 应该如何部署和调整 今天请来晋龙集团 陈蕊龙和大家谈谈 Michael你好 Marinda你好 我们都看到市况是非常波动 很多的忧虑 夹集着欧局势 担心通胀加息 另外要留意疫情的问题 最新有美国的制裁 在围这个局势 加添各不明朗因素 强积金回报方面 根据资料都看到 平均1月已经跌2.9% 2月都接着跌 今年至今跌幅去到5.1% 当然就是你如何评价 最新强积金的表现 即可能打工仔 都看着副回报 都叹气的了 未来似不似回报 都是继续要强差人意 是啊 大家都见到应光幕了 其实1月加上虧了一万三千多元 都挺惨的 其实这个强积金 或者现在的市况 可以说屋楼更兼逢夜雨 大家都知道1月就说是加息收水 所以已经做了调整 2月其实初头都做得不错 不过三个星期前 俄罗斯和乌克兰就开战 所以市场就插水式地跌下来 所以这一方面来说 即将来的三月 大家都知道 现在差不多到11天 但仍在下跌 所以大家预期三月第一季 会不会有一个正增长 我想就很难了 如果再加上三月头 那十天八天的跌幅 其实来说就是那个强积金 如果我们用回我们那个进龙的强积金 表现的综合指数 还应该跌多百分之五到六 所以加加上差不多跌成百分之十 所以大家都不会有太好的预期 好 大家要有定个心理准备 是的 未来的强积金的表现 未必会立即可能恢复过来 和我们讲一下不同的资产类别的情况 大家的强积金当然一定是有不同的资产类别 股票基金混合资产和固定收益 不如Michael和我们总结一下 当然股票拿得多的 可能那个情况就较差了 看到固定收益又似乎挺得住 你怎么看最新不同资产类别的表现 是的 因为如果看回强积金的高风险资产 差不多清一色都是股票基金 你说有没有一些高风险的 可以对冲倒的资产 去对冲股市的下跌 就比较困难 因为只得一只很少很少的一些黄金的ETF 所以股市跌的高风险资产 股市跌的高风险资产 股市跌的高风险资产 股市跌并不太好 再加上欧美的局势都不是太理想 美国刚刚公布的失业数据 其实也不差 3.8% 但是这个通胀就诞升到7.9% 比起1月的7点更加高 大家期待加息应该会是 但还是加25点指 歐央行剛剛公佈了收水會加快速度 雖然說加息未必是很厲害 但也說會有加息 這一方面再加上港股也做得不好 受這些因素影響 所以高風險資產也跌得很誇張 至於固定入息的收益來說 其實一月和二月加起來都跌了1% 在加息環境下 低風險資產固定入息的基金類別 都很難說會有一個反彈 昨晚美國的十年國父債券都升了兩厘 所以大家在這一方面都不要抱太大期望 不過可以這樣說 其實來說基本因素都不太差 再加上港股其實都跌到一個相當之低 基本因素的情況 如果你看到PE差不多跌到7.6% PB即Pi to book就跌到0.82% 所以當俄烏的戰爭比較轉趨緩和一些 然後接著疫情又會轉好一些 我們覺得過了第二季或者第二季尾段 都應該有一個反彈的機會 好,那就看看轉倉的情況 再跟我們說說 最新看到不同的資金輪動 當中都有些資金輪動 最左手邊11月 紅色巴就是股票基金 當時資金流入都有五十幾億 固定收益當時就不太受歡迎 綠色巴那裡 資金流走淨走都有四十五億 去到12月其實股票 紅色那條巴仍然表現很好 最新一月就不同說法了 資金都比較敏感 回到綠色那條巴仍然是股定收益那邊 資金淨入都有九億 Michael跟我們講解一下 資金轉倉的行動是否都已經進行著 接下來新一個月的數據 應該會看到更加驚人的數字 剛剛有些相反 其實去年大家看到的圖表 近11月、12月尾都有轉動 其實成年都有380億的資產 由低風險的資產轉到高風險 其中有250億 就是由最低的固定入息那裡 轉到高風險資產 大家都了解 那個情況就不太理想 去年轉到高風險資產 去到現在就變了虧錢 但是圖都看到 去到一月大家又好像沒有怎麼動 好像說一動不如一靜 但是就忘記了高風險資產 那個高風險的情況 和那個加息的問題 所以就沒有怎麼動 所以都看到投資者在這方面 就是捕捉的市場都不是捕捉得太好 所以我們都呼籲一下投資者 其實強積金是一些長遠的 退休的投資策略就會好些 不需要轉得太勤勉的 最重要是看著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定一些自己應該有的股債比例 比較容易一些 高就可以去賣一些 即是銷售一些高風險資產低 就可以賣回 所以這個大家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好 比較長期的投資策略 可能轉倉要有多頻密 大家要衡量一下 我們集中談談股票入面 用不需要跟不同地區 都做一個執倉的情況 環球股票市場當然都調整了下來 上個月見你的時候就說 其實歐美表現很好 去年 今年可能就差一點 本身就等說 香港和亞太區這邊會不會聰明一點 結果現在就是大家都齊齊跌了 二月股票基金的回報 歐洲跌3.4% 北美跌2.9% 香港那邊還繼續跌4% 今年至今的回調幅度 其實都是歐美比較顯著一些 下跌8-11% 我們各個不同地區看 有沒有說股票市場來說 歐美去年升得多 今年要有心你準備調整的幅度 都可能會大 這個都是的 如果大家記得去年 我們那個進融強積金表現指數 這個北美洲就是升了25% 歐洲都升了20% 所以1、2月他們調整得比較多 我想都是大家預期的了 這個情況其實港股都有被拖累了 大家看到其實現在港股都跌了差不多3-4% 但是如果加上三月頭的 可能港股都差不多有7-8%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至於其他的地區 我們都覺得就是因為那個市場一般 所以都做得不太好 這個大家就要了解一下 不過好像上次這樣說 過了第二季之後 就應該都會有些反彈 好了 那就因應一下不同地方的股票基金 看看是否需要做執倉 問一下Michael 都有一些實質的具體的例子 可能執倉其實早點就要做 如果現在做算不算遲呢 我們有個個人分享 27歲的打工仔 還年輕 他的股票投資組合裏 股票佔比是最大的 全部都是拿一些風險資產 可以承受中等風險 香港股票佔40% 大中華股票23% 亞洲股票25% 另外有行業股票 他分得很小 行業股票佔12% 問一下Michael 究竟現在面臨我們 就是一個加息的週期 另外就是金融市場又動蕩 這個組合又可以怎樣做調整 另外調整完之後 時間又怎樣去捕捉呢 首先他那個組合都幾複雜的 不是簡單的 首先講簡單些 這個行業基金 其實整個強積金市場 行業基金只得一隻 但是他那個投資 就不是說集中 在某一兩個行業 那個這樣的投資 他就類似 就是一個環球 這樣投資的基金 那個投資方向的策略 所以就是那個歐美的成份 比較高一些 所以就可以定性他 就行業基金大約是有12% 就是歐洲加美國 至於他的香港股票 亞洲或者大中華區 其實來講用他操略和他計算一下 就是加上了大致上來講 他那個港股有六成半左右 然後他那個大中華區 就是A股再加上台灣的地區 加上都是5%左右 剩下來有18%就是那些這樣的 就是其他的亞洲地區的股市 所以都比較複雜的 我們提議他 就是可以就是說集中少少 就可以考慮一下 譬如說八成就買這個大中華區 兩成就買這個美國的股市 因為我們覺得美國的股市 比這個歐洲會好些的 所以就可以避去那個歐洲那個 那樣的慢一點的復蘇的情況 而這個大中華區 因為如果過了那個 那樣的俄烏戰爭是比較緩和 就應該會有一些理想一些的反彈 所以我們提議他 就可以這樣去考慮 八成大中華 兩成就美股 好 有沒有建議說 因為更年輕的關係 需要多些其他股定收益 那些不要全數拿股票 這樣的考量 因為他都二十七歲 即是離開六十五歲 退休了三十八年 所以就進取一些都應該可以接受的 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安排來的 還有股市就長遠計 那個回報是比這個固定入息 或者是混合資產是好一點的 好 那我們整體投資市場 和我們做個回顧展望 有些不同了 和我們上次節目的時候 當時歐洲 內地香港有些不同了 歐洲現在就變了偏向負面 原本看法忠誠 內地香港原本就有偏向負面 反而看回好一點 看回忠誠 這個算不算是 都是今年 即是2022年 應該都是維持著這個格局 還是應該是季度的展望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調整的原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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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年都差不多了 你問我想 或者順序講一下 美國的市其實來講 都不太差的 因為它的基本因素都不太差 大家都知道它的失業率是3.8 然後跟著那個新增就業 就說67萬多 比預期多了20幾萬 還有它就坦白說 那個俄烏戰爭對它的影響 就比較小的 因為美國都還是燃油 這個淨輸出國的 所以那個俄羅斯的油價的 標升對它來的影響比較小的 但是本身上來講 因為他們採取了一個核彈式的 經濟制裁政策 就是說不容許這個這樣 俄羅斯的銀行去參與這個 這個美元的國際結算系統 所以就都有影響到 其他的那樣的企業 跟俄羅斯有交往那些 所以美國的市場 他們覺得很差半 可以說中性 但是歐洲就比較問題多 大家都知道歐洲的能源 就很依賴歐洲的燃氣供應 所以就這樣東西來講 就會影響到他們那個 那樣的 不是太過理想的 香港是不錯的 大家聽完兩會的辯論 都會增加貨幣供應 所以我們就增加了 調高了香港和內地的情況 明白 謝謝陳先生 我們講了NPF最新情況 下集跟大家跟進一下 會不會因應的市況 再有調整 節目時間夠 謝謝收看